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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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就是很受歡迎的 就是我們國旗小包包 很有趣很時尚覺得 國旗也可以有很多趣味的變化 設計是以我們的國旗為主 藍色白色跟紅色 希望能夠特別吸引年輕人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在國際社會 有相當多的限制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台灣人在國際社會的表現 也相當的優秀 所以形成了我們年輕人 對於國家這個認同 這裡也有一部 好像香港貼紙相機的裝置 只要選對自己喜歡的造型 像這個這樣 然後拍張照 拍照之後 就可以透過Facebook和Email 發送給自己的朋友 目的是 希望加強和網民的溝通 我想拍我去過的地方到國旗 百年老店 國民黨正為延續百年基業的 續執政而打拼 怎樣可以動員 對政治越來越冷淡的年輕一代 明年一月大選去投票 隨時是藍營的致性關鍵 你看看它用的設計紀念品 都有些民生性實用些的 國民黨過去的選舉是很老化的 現在開始有些年輕人的因素 國民黨爭取年輕人票 民進黨就要打動那些 無政黨偏見的普通民眾 伴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出戰的宣傳品 賣的不僅是本土香情 還有勢力的溫情 蔡英文炒蛋是蔡英文的父親 為她做的最讓她懷念的一道菜 她父親已經過世了 那洋蔥是她家鄉的一個特產 台灣的屏東盛產洋蔥 那因為台灣的屏東有這個洛杉峰 風很強 所以洋蔥會把它的養分 保留在它的根部 所以洋蔥會特別的香 然後特別的甜 蔡英文的這本自傳 由爸爸做的洋蔥炒蛋講起 很明顯是打溫情牌 那學者就認為 她想針對台灣民眾 對身份認同的策略 小英這種洋蔥炒蛋的風格 就跟以前陳水扁那一套一樣 陳水扁也出了很多小策子 來講她臨幼的時候 非常家境 非常貧窮的這樣的故事 那種台灣人是接受的 就是說她跟我是同一列人 是in group 的那種感覺 在口述自傳裡面的蔡英文 側破、耐念、有膠養 想要塑造的 是能夠帶領陸形 東山再起 已經走出悲情 正是進化的民進黨 以前民進黨是用一些激情的因素 然後刺激台灣有些選民的悲情主義 現在他們就覺得這件事 不能夠再作為競選的主流 所以慢慢趨向一些理性溫情 從這個相對而言是有進步的 如果是要有更高更成熟的選舉方法的話 她應該繼續拿政績 應該繼續拿她的政綱 那個施政的方針等等 這些才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方法 就不是單單靠一些溫情牌 而近期台灣島內對選情的評估 南陸陣營各有四成半到五成的鐵票 六死誰守 決定權在於剩下一成多的中間遊離票 除了宣傳策略 要能夠成功打動對政治較冷淡的群人心思之外 兩黨有沒有一個能夠為台灣 勾迫出長遠遠景的政綱 更是至關重要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在台北報導